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些誹謗的事件 因為最近有位YouTuber 牽涉到一些誹謗的事件 其實兩位當事人我都認識的 我就不評論那個事件對和錯 因為這些是當事人才知道 我就想講誹謗的事件 有時有些商業模式是很踩界 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當經常評論一些成交 那些成交是有買方 你去打分數的時候 其實就很容易觸動到 買方和賣方的神經 如果你打分數是高的時候 好像賣方做了傻子 如果打分數低的時候 就好像賣方吃了虧 是兩邊都很難會討好的 就好像別人去娶老婆一樣 你去跟別人的身分的太太去評分 一定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這些是難度很高的動作 就等於好像開電單車一樣 炒車差不多是必然的 兩個輪子炒車的機率 一定是比四輪子高的 你說的是或言論的問題 其實之前我都試過 幾年前都試過落入一個誹謗的事件 那我自己那一段是心裡很反省的 覺得自己真的做得不對 不妥當 其實別人有別人的評論 其實不應該去爭議 應該是自己說自己的論述 不應該在別人的論述裏面去做評論 因為其實說真的在這個網絡世界也好 或者整個世界的市場裏面 好友、淡友、或者是正方、反方、左、右 每一個立場都有他的粉絲 粉絲看的東西不是說那個東西是有沒有道理 或者是對不對 而是只不過是他大部分 是說他自己的意識形態 他的取向 即是無論他講什麼 他都會覺得是對的 這些是很有趣的、奇怪的事件 就算你說 很簡單 你說中國之爆有人贊成、有人反對 其實贊成有贊成人的粉絲 反對有反對人的粉絲 即是美國會衰落有贊成人的反… 有贊成有贊成人去看 反對有反對人的意見 沒有說對和錯 只不過是你選擇一些東西去強化 支撐自己去做 其實尤其是很多YouTuber也好 或者是很多行業也好 喜歡喜歡打大佬 挑戰大佬 只要你打得贏他 你就可以取代他的位置 其實幾年前 自己都陷入了這個模式 最近期就有很多人就覺得 另外有一個YouTuber做一個激勵大師 卡先生 很多人都覺得不滿意他 在網絡上的東西 我自己這樣看 網絡的世界 不好的東西我就不去學 好的一方面 我會學習他怎樣去做他的生意 營運他的生意 或者另外一位YouTuber 可以拿著攝影機 在街上講話 其實我也是在學習 因為很多東西 未去跳出那一步 現在我也是傻奸奸的動作煲機 拍攝著自己 並不是可以一路逛街一路去講話 這些東西是另外一個層次 也未去到那個東西 可能有一天我會走出這一步 在街上拿著一部機 傻傻奸奸在那裡自然自語 那我就可能真的走出那一步 這些東西也是我要去學習的東西 所以我會看 就要學習那些好的地方 我需要改進的地方 那不好的地方就算了 有些人就不是 有些人就喜歡用一個抱一個仇恨 或者是叫做當他為假想敵 那些我自己的心態就不喜歡 因為那些世界上是可以共存不同的形式 那我那一套不是至高無上 或者是唯一一個方法 那世界是多元 那我喜歡是用這個模式去思考 那現在就可能是隨和了 就不去想那麼多東西 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事 在希望在別人不同的身上 我都沒有學到一些東西 那也都希望最近他們的事件 就快點平息 今天想說就這麼多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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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